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放射性同位数的衰变 与基本重力有关 那有些不稳定的原子核中 部分的子子跟中子组成 小集团会脱离其他子子跟中子的束缚 而离开原子核 那另外一些原子核呢 它里面的子子跟中子可能发生衰变 变成为中子或是反为中子 那么它说 这个在式子二就这个 又二三八变又二三四 过程中三个阶段中 涉及强交互作用跟弱交互作用是谁 来首先 这个第一个是α射线 因为质量数少4原子序少2 就是α射线 这个东西呢是β衰变 因为质量数固定原子序加1 这也是β衰变 OK 那α衰变是强力 α衰变是强力 因为我们要从一个原子核里面 我们要丢出两个阵电 两个中性电 要把这个东西丢出来 必须要破坏一部分强力 所以你看到两个字子两个中子 就是α射线 那要破坏强力 那就是谁呢 就是这个 你把它填入这个表格里面 23892变成23490 那β衰变就是弱力 因为你看质量数固定原子序加1 原子序怎么会加1呢 因为它是来自于中子分裂 中子不肯定会变成什么 子子加上电子 好不要忘记哦 还有一个反围中子 对不对 那这个反围中子丢出来 就必须要靠弱力 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反围中子 那反围中子丢出来 就必须要依靠弱力 好那其中这个高速电子飞出来 就是我们说的β射线 那你看 留下来的是中子变成子子 子子留下来 质量数没变原子序加1 所以 发生β衰变的是弱力 因为丢出为中子需要靠弱力 丢出为中子需要靠弱力 所以就是后面这两个 所以你就把它写过来 好 好 你就把它写在这个表格里面 好 OK 本题答案 这样子写就OK了